1939年从上海移民到美国来的朱尚义 担任航太工程师许多年后 在1985年退休 现在他88岁了 跑起步来仍然活力十足 我1983年开始跑长路 不是要跑得快 就是要跑了我身体好 开始就每个礼拜跑两三次 那么现在老一点 我就每个礼拜六跑一次 其实朱尚义还担任过奥运火炬手呢 2008年在北京的奥运 我去在那个Olympic Torch Relay 跑15米 只有50车要跑 我所以告诉人家 我飞机飞到中国去 一千里路 一万里路 到了那儿 我跑50次 拿了那个火炬 许多年来不间断的运动 并且维持健康的饮食 即使朱尚义已经快90岁了 仍然很健康 当我们年纪大了 必须多加注意身体健康 尤其要注意牵涉到心脏 以及脑部的疾病 也就是心血管疾病 心疾病和症状 是世界上最普遍的 心疾病病病 通常疾病的预防是最重要的一环 心脏疾病也不例外 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饮食 以及适当的运动 都可以帮助您 大大减少 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 《心疾病病病》 有问题选择 股皮疗病疾病 治癌症 股皮疗病 股脂症 脂症 血管疾病 腻疾病 健康 除了要注重预防之外 也应该找出可能会导致您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缺乏运动是罹患心脏疾病的危险因子 定期去看医生 让他们为您检查和监督体重 同时要定期运动 以降低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 最好每天运动15到30分钟 此外 胆固醇太高 也是另外一个危险因子 胃固醇太高也是另外一个危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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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固醇太高是一部分的 但当您有胃固醇太高的胃固醇 它其实可能会有危险因子 这些问题是缺乏或缺乏你的胃固醇 这可能会有关于胃固醇或症状 所以它是重要的试试 胃固醇太高 另外也建议您应该要定期量量血压 吸烟也是另外一个危险因子 您的医生会问您抽不抽烟 医生建议不但不要抽烟 也要避免二手烟 此外如果您有糖尿病 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来试试胃固醇 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血浴测试 试试你的血浴测 那这试试最正确的 是如果您没有吃6至8天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是先试试一天早上吃 所以您其实已经睡着而不吃 如果您有胃固醇 您的血浴测温度 很常用的程度 每三至六个月 您也要得到其他试试 包括血浴测试 也要得到眼睛 和脖子 在平常用的程度 上面所讲的这些检查 可以帮助您了解自己是否有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很值得您花些时间去看医生 并且做做检查 预防剩余治疗 现在就去和医生谈谈 看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减少您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吧 朱尚义现在和太太朱兆方怡一起住在曼哈顿海滩 虽然她很健康 但是她仍然持续运动 并且定期做健康检查 我们全家每个人每年就是有一个complete physical 现在朱尚义夫妇很享受他们的退休生活 退休了以后就早上大概七点八点起来 第一做第一的事就是黑杯茶 看报现在我在那个Los Angeles Time里边有一个 我每天做没有朱尚义夫妇 退休以后就是没有什么压力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